山陀儿来势汹汹 北部风雨欲来 民众上街 帽子都被吹掉 北部拍板周三台风假一天 但周四有没有可能再放一天 变成连两天廉价 民众都觉得很有可能 从台风路径来看 山陀儿极有可能周四凌晨 从台南登陆 预计下午中心抵达中央山脉 但周五凌晨才到北部地区 西向专家研判 按照路径及运动速度推估 台风假将不止一天 专家认为北部风雨在所难免 但看看各县市台风假态度 南北大不同 周一原本只有蓝雨放台风假 来到周三全台22县市都放假 那周四周五是否也会接着放台风假呢 南部县市已经连放两天 眼看第三天台风可能登陆 休假也不让人意外 但北北基陶能否连放三天 放到礼拜五 民众看法很不同 他今天晚上还不登陆 就难说了 后天搞不好又影响到了 我们北部可能雨量没那么大 放两天就不错了 整个暴风圈的范围也容易缩小 那这个部分我们建议是滚动式的修正 专家预测北部风雨会有落差 但实际情形还是要看风雨状况 毕竟山陀儿行进速度缓慢 是否会让北部连放三天台风假 民众热烈讨论 民事新闻理事人张浩宇台北报道